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勇 今天要說的是小智第一隻修復的野生精靈 綠毛蟲 綠毛蟲 背面是綠色的 而它的福寶是米黃色的 設計來源源自典型的毛蟲 它最特別的特徵就是在頭部有一個Y形的紅色觸覺 這個觸覺可以釋放出一些臭氣來抵抗外來的敵人 最常見的就是這個鳥類的精靈 綠毛蟲有兩對的前腹竹 腹竹上有一個吸盤可以令它順利爬到樹上 而頭部有一個黑色的圓點 根據它的圓形毛蟲 黑色圓點只是一種的異態 用來隱藏和擾亂對方的認知 但在遊戲和動畫中的細節 黑色圓點其實是它的眼睛 在自然界裡面它的命運就是作為獵物被人捕食 所以它會入到跟自己身體顏色相同的植物中去隱藏自己 綠毛蟲以樹葉為主要的食糧 每一天都可以吃到100塊的樹葉 在遊戲裡面綠毛蟲是最快進化的其中一隻精靈 只需要7層就可以進化到下一層 而在第六世代之前 綠毛蟲和獨角金魚的叫聲是相同的 而這個問題也是在XY世代打後就修正了 不知道各位第一隻捉的精靈是什麼呢? 以上就是綠毛蟲的資訊 喜歡影片的話記得按個like 還沒訂閱的話按個訂閱 我們下一集精靈知識錄再見